这样的魔术你见过没有? 魔术师不仅能够让硬币悬浮空中 还能让饼干自动上升进到嘴巴里面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揭秘四个网络上最常见的悬浮魔术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先点赞后观看 首先,魔术师拿出一枚硬币 轻轻旋转一下就能够让它持久地悬浮在空中 有了这个魔术的基础之后 魔术师就能够拿出扑克牌 利用刚刚的方式往前丢出 此时的扑克牌也非常听话地飞旋 并漂浮在空中了 紧接着,魔术师将要加大力度 直接让手上的软木塞缓慢地上升漂浮起来 为了证明软木塞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魔术师用手直接从上往下一穿而过 如果此时悬浮在空中的是一块饼干或者薯片的话 你也可以让它自动飞升到你的嘴巴里 效果非常的震撼 其实这几个悬浮魔术都利用到了一种魔术师隐形线 这种线非常的细 正常光线之下都难以察觉 表演前将隐形线的一端粘到想要悬浮的物体上面 另一端则粘在右手上面 紧接着再把这根线绕到自己的头部顶端 那么这样就能轻松地表演这几个魔术了